在这个Vlog开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吗?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叫昂 但是这个字它念卯 卯星团的卯 在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中 卯星团又被称为七仙女星团 传说中是七仙女在天空中幻化而成 较暗的那颗夏凡与董勇成亲至今未归 而在其他文明中 卯星团的故事更是纷繁多样 那真正的卯星团长什么样子呢? 这次我将带你们一起去目睹一场 位于金牛座的星空盛宴 一箱龙骨神圈 走着 先放在这边的好的 然后再去拿其他东西 我的无人机 好了 我自己个人的行李OK了 然后接下来我要放露营的行李 其实是周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寻天者叶子怡 这又是一期出行舞了 这一次呢 我们要从北京到冷湖 开2200公里 也是一次拍摄的任务 我们现在已经从G6到了G7 然后在G7上要行驶300公里 下午了下午了 我们下午了 日落后一路遇上很多大货车 大雾 暴雨 黑夜 行车变得愈加危险 我们决定在服务区休息一下 我睡了半个小时 清晓了一些 我买了个早餐 狼吞虎咽地吃过早饭 趁雨小一些 我们又继续上路了 看过空山新雨后 穿过风景繁华地 我们来到一片无颜的戈壁 远处的骆驼和天边的海市蜃楼 动辄百公里才有的服务区 都让我们开始意识到 我们终于进入了西北腹地 披腕峡半星辰 行驶了剩下的一千多公里后 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冷湖 快速到歇脚的地方休息之后 准备明天的拍摄 冷湖镇 位于青海省北部 阿尔金山路的戈壁滩上 这里原为无人区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石油开采 让这里有过十万人口的辉煌 然而五十年过去了 这里的常住人口不足百人 这是我第九次来到冷湖 随着国内游的火热 今年冷湖迅速升温 独特的自然风光 群风如临的亚丹地貌 还有极佳的观星环境 因无数越野和星空爱好者 跋山涉水来此朝圣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用超长焦镜头 拍摄毛星团和地景结合的视频 这就需要我们到一处足够开阔 又坡度的地方 而冷湖附近的地貌 正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我脑海中理想的画面 应该是当毛星团从地平线下缓缓升起 我站在星团下 跟毛星团来次合影 找一个你能爬上来的山 对 好难找 我能爬上这些山 而且东边是空的 有一个坡度 这个能不能爬啊 这个悬啊 这肯定爬不上去 终于在夜幕降临前 我们找到了心仪的拍摄点 伴着璀璨的银河 我们也开始了夜晚的工作 在这个毛星团 它升起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我爬上一个山上 这个高度和位置能够正好 用一个非常长焦的镜头 就是428 加上HSR 来去录一个 我在毛星团底下走的这么一个画面 哇 你要爬到这个山上去吗 这个能上得去 从这上 其实我自己特别怕高 每次爬山都是采用四驱模式 还没开始上山的腿就开始先斗了 赶紧上那个扁去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再走 已经起来了 快走 我现在开始拍了 再往前 大点走 好了 到了 你现在就在毛星团下边 我自己想要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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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想要过 我自己想要过 你也没想要过 还有你 不是 你 我自己的男人 还没想要 про 你 我 就是 你 我 你 我 回想起这次拍摄《卯星团》的经历 往返北京到冷湖 一共五千多公里 四十多个小时 在无人戈壁四天三夜 顶着狂风和严寒 充于拍到了几秒自己满意的作品 这不是第一次 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很多人会不理解星空摄影师这个职业 他们不知道开着车 追随星空的意义在哪里 他们也许不知道寒冷孤单的夜里 坚持的意义在哪里 但没有关系 我们有彼此理解 彼此陪伴 彼此珍惜的伙伴 我们一起追逐星空 一起经历磨难 一起享受在星空之下的那种震撼 这就够了 而我们将我们所感受到的 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 那就是我们的作品 每张照片 每一段视频的背后 都有他们各自的故事 那一路上的兴奋 喜悦 艰难 和危险 都融进了那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中 你可能不知道这些图片背后的故事 但哪怕有那么一瞬间 你被他们的美所震撼 所感动 这就够了 卯星团的亮度大概在三等左右 大小在两度 和其他的目标比起来 又暗又小 这次的拍摄 虽然我们将索尼A7SR的感光度 开到了极限 但因为低空有薄云 卯星团的云气 没有那么明显 而我一直在等待的 星空高感神器 索尼A7SR 在月底终于到货了 于是我们在一个月后的 五月夜 又专程去拍摄了一次 在下一期的视频里 我将更详细地讲述 如何计划一次 高难度的星空 与地景拍摄攻略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哟